好 我们带你来看一个公共建设 引起一些市民抱怨 到底有没有道理 在台中的中青路跟环中路交界处 这个光之塔被批评说 像是快倒塌的阴架 但是当初是市政府 花了2000万打造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位在台中大雅交流道 像废弃阴架的建筑 不说还不知道 它是台中市府 五年前花了近2000万打造的 都市美化艺术品光之塔 也没有看到是什么样的效果 对啊 你说美观也哪有美观 那那个LED灯 有些都没有 就是都不会亮 然后也没有想说要来换过什么的 原本24小时 都该闪烁着五彩缤纷的LED灯 尤其是夜晚越夜越美丽 但年久失修 该亮却不亮 晚上一片漆黑 市府坦诚管理又舒适 因为最近它的灯泡 相关的设施损坏 那这一部分我们应该赶快 把它修复完成 让它恢复它光亮的地方 市府花了8600万 整修附近五公里的人行道 号制灯和街灯 还打造了光之塔来美化 光之塔当初还获选 国家建筑卓越奖 该在交流道口 希望南来北往的民众 能对台中市留下好印象 现在被民众讽刺 像快倒掉的阴架 很难想象 这样的艺术品放在交流道口 怎么当台中市的门面 TVB的新闻 吕正成 玲瓏试轮质疑 台中报道